计程车司机真是看尽人间百态 前几天 这江省同乡市的一名15岁女孩搭上了一台计程车 让司机载自己去医院 没想到半路上他突然让司机停下 说很想尿尿 司机连忙在路边停车 让他到旁边的小树林里解决 因为女生还没有付车钱 司机就在原地等待 可是等了十多分钟 女孩都没有回来 司机有点紧张 担心女孩出事 也怕他趁机跑掉赖帐 就走进小树林找人 没想到他走了不久 竟然听到了小婴儿的哭声 谁会把孩子带到这里来 司机更疑惑了 他朝着孩子哭的方向走 很快就发现了搭车的女孩 他的旁边还有个刚刚出生的男婴 看着满地鲜血 司机喝坏了 连忙打电话报警 警方叫了救护车 很快赶到现场 一名园警表示 他们到那里时小孩的期待还连着 女孩受伤都是血 小孩不停哭 他们问那名女孩怎么回事 他支支吾吾说不出来 有可能是身体虚弱加上紧张 这对母子很快被送到了医院 医生检查后确定大人 小孩的身体都很健康 这个女孩是2002年出生的 今年刚刚15岁 远景问他孩子的爸爸是谁 他一直摇头不肯说 15岁还是个孩子 真的能够负担另一个孩子的人生吗 不管怎么说 希望这对母子以后好好生活吧